在本节视频中,我们讲解牛子衬衫的绘制方法 单击,打开新键,创建文档 然后,名称位置我们输入牛子衬衫 宽度为279,高度为,进行缩放 然后导入袖子,袖口中和领口 导入袖口和领口位置 复制一份 推到旁边 进行一个群组 选中对象 将对象处于内部 处于内部 接着我们再导入素材 然后进行缩放 接着复制一份 进行群组 然后选中对象 继继续进行一个支入 编辑内容 调整位置 然后再进行完成 选中对象 再进行一个支入 去掉龙国线 去掉龙国线 去掉对象 接着使用椭圆形 绘制一个椭圆 填出颜色为白色 去掉龙国线 然后进行缩放 然后转换为位图 再单击模糊 高丝模糊命令 打开高丝模糊对话框 然后调整模糊效果 然后单击确定 接着将模糊效果 拖曳到 衣身上方 让它显现出一种 洗白的一种效果 水平方向复制一份 然后复制到袖口上方 进行缩放 然后用同样置入 牛子 牛子底纹的方法 然后使用效果 进去采写注意图框 内部命令 将对象分别 进行一个置入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置入完成后 可以调整 颜色 不透明度 进行一个编辑 标准 标准 颜色 开始不透明度 为30 将进行一个编辑 然后 全选 进行一个群组 使用钢米工具 在衣身上 在衣身上 绘制 快面的分割和线描线 绘制快面的分割和缝纫线 然后 设置 设置轮廓线宽度 为0.5 接着填充颜色 为一个蓝色 接着设置 个别线条 样式为虚线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用同样的方法 来调整 轮廓线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设置个别线条颜色 为灰色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镜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观看